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為您介紹今天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黨政記者黃偉翰先生 第二位是目前民調高居第三位的 台北市市長候選人馮光遠先生 還有一位是精神科醫師潘建制潘醫師 以及另外一位政治記者 媒體工作者王實習小姐 歡迎四位來到我們的現場 好那光遠恭喜啦 回來了 出獄了 出獄 我其實那天出獄之後 我就去了某位前文件會的高官 他後來不是去當旅館的總經理嗎 我就去他的旅館去洗個澡上個廁所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哇 你要幹嘛這樣要幹嘛 沒有沒有就是後來我們就找一批人去那邊 就是說好好慶祝一下 然後我就自己拍了一個出獄的 就說我從那個浴室這樣出來 果哥這個大的洗澡毛巾 你知道就說就很高興啊出獄 貴妃出獄 對這個出獄的概念 出獄跟出獄 那一定去上個廁所 當然有上廁所 上廁所的這個意義是什麼 就是自然啊 時間到了就要上廁所啊 就這樣子 那剛好是到了他的那個旅館 就覺得要上廁所啊 你把黃金都留給他們 對對對 就是就是說把一些我們覺得就是說 那本來應該留在監獄裡面 就是是不是那天就帶出來 哈哈哈 就這樣子 把氣都過給對方 對對對 有點這個意思 光遠這個入獄之前 其實是長髮披肩的 對 沒有披肩啦 這個太太那個 就是到這邊而已啦 長髮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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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髮飄逸 飄逸不錯啊 那那天是用爐的齁 就是那個剃頭刀 電動的 你知道 一剃完 哇好整齊 所以它裡面一定是設定的一個高度 三分的一塊 對 我們國中的時候不是三分的嗎 對 對 非常整齊 不錯 那這個 要檢查身體嗎 全部都有啊 該有的都有啊 怎麼檢查啦 讓大家知道一下嘛 沒有啊就是 就是全部 第一個你一定要脫光 因為它要看你身上有沒有 直接內褲要脫 當然要脫啊 它看你有沒有 第一個很重要的 它看你有沒有刺青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看有沒有刺青 然後看有沒有 有刺青會怎樣 就不知道啊 有特別待遇 我就不知道啊 那我如果 那我是不是看OK 刺龍的全部住那個 刺蜂的全部住那個 刺蜂的全部住那邊 我說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刺的是 反攻大陸欸 對啊 我刺的是金鐘報國 那你有沒有看到裡面刺個 HELLO KITTY那一種的 如果有刺HELLO KITTY 那一定是大家這個最崇拜的人 相信 那位大哥刺HELLO KITTY 所以要看有沒有刺青 對 所以要看有沒有刺青 他問你有沒有刺青 他問你有沒有刺青 沒有一定要看啊 這個育政官員一定要看 有沒有刺青有沒有入珠 就這樣子 為什麼要看入珠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問我問誰 那你要問他為什麼要看入珠 那搞不好他也不知道啊 你去育政考察 哪連最基本入門的關卡都沒問 對嘛 好再去一次啊 不禁閣 剛剛光源哥講到兩個很重要 就是刺青跟入珠 那我刨新聞其實我們有了解啦 他們為什麼要看這兩個 第一個如果你有刺青 他會看你是什麼樣的刺青 那通常如果是一般幫派分子的刺青 因為他不一定有紀錄 那你可能會是進來 會跟你的幫派的其他的人接頭 他要先知道你的底就對了 他可能是哪一個幫派 我讓你關你起 對他會知道說 那有的可能是小弟進來 跟大哥要傳話 他可能只關一陣子而已 那他有刺青的話 他們會特別注意 你之後的一個動向 那第二個有沒有入珠 應該珠不會直接是珠 哇他這個就不能關你起了 他會直接是珠嗎 左青龍右白 所以就是看你是不是幫派分子啊 他會特別注意 進去之後跟其他的幫派分子 會不會接頭 會不會有姿勢 那入珠的話我的了解是 因為通常會入珠的 在這個性方面的行為 可能會比較特殊 對 他可能會有就是希望對方 那他如果到了監獄裡面去的話 治療的人他也會特別注意 可能會有在管理員不注意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 他可能會有些動作 那你跟誰關你起 我跟一個很有趣的年輕人 三十幾歲 他是因為這個他的帳戶 借給人家做網拍 那就有幾筆帳不清楚 那一罪一罰 一罰大概一二十天吧 所以一共罰了一百一十天 那他是一個大客車的司機 那大概也沒那麼多的積蓄 那他媽媽有錢 可是他媽就說 希望他關一關就是 認識一下人生裡面的一些黑暗面 挺有趣 挺有趣 為什麼因為我已經是有解癖 你果不鼓勵他們去管理一下 沒有我覺得基本上還是不要去 那基本上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預證其實整個東西都很緊張 你知道已經人力啊幹嘛了 就是說有些時候就是說 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真的也 我真的不主張 我覺得我比較例外是因為 我覺得我這個是一個宣誓性的東西 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 你知道就是說 你們就算是很多人 很多人要幫我付這個兩萬塊 你知道我如果壞點的話 就是說每個人收兩萬 我搞不好競選經費就出來了 你有一點貪耶 可能那兩萬塊給你 其實是要你去付的 我就全部按幹一下 然後再去做啊 你知道 所以我說才會 你真的是工錢你知道嗎 對啊 你知道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在那個監獄裡面 我覺得這個年輕人 我剛剛講就是說 我已經有潔癖 他的潔癖比我更厲害 所以乾乾淨淨 所以你們那一間會發亮 我們就 對對對 事情講得不錯 那個真的是會發亮 你知道 就是說非常 就是說非常棒的一個 就是這個生活的這個 這個習慣的一個年輕人 你知道 什麼東西都洗得乾乾淨淨 就是說我基本上不能夠碰 我一碰他會覺得說 可能要重新再洗一遍 諸如此類的 然後我就說 好好好 我說那個年輕人這樣做很好 你知道我就乖乖地說 他擦地的時候就站在旁邊 不要擋到他的路 擦地 每一餐之後都要擦地 你知道 因為都會有一點油啊 一點點東西 滴在這個地板上面 所以你把它這個抹布 這樣擦得乾乾淨淨 因為你還睡在上面 你就睡地板 那你要穿球服嗎 你知道 就每天就穿那個球服 就是很 就是短褲 短衣短褲嘛 你知道 就沒什麼 藍白脫 對對對 藍白脫是穿到外面去 然後白色的那個內衣 內衣那個 就是說週末的時候 週末的時候才穿 平常還是要穿那個 像有領子的這樣子的 這個監獄裡面的衣服 你知道 只是上面沒有號碼 你知道嗎 那要不要出鈔啊幹嘛 沒有 我們這個短期的 都沒有什麼出鈔 就是說 他有些人是就是說 你要下工廠 你要就看你的專業 你去做一些事情 例如說木工啊 電工啊之類 你知道嗎 那第一來就說我的專業 我的專業是罵人啊 我的專業是罵人 我是下工廠幹嘛 對不對 我在這邊再去罵馬英九 是 當然就是 我在工廠裡面罵馬英九 大家就會很興奮 就做了也許會比較 你知道 就說 這個也不錯 增加慘粹 可是他們覺得說 這個專業不要 還是不要下去 你知道就在 就在牢裡面就好 那那些這個 那個在裡面的管理員 那什麼 他們跟你互動怎麼樣 很好 真的很好 啊光文哥你來了 拿書給你簽名之類的 沒有這種東西 其實他們也不好意思 你知道 基本上我這個東西其實 都 我們都很 手分寸 你知道 可是基本上大家都 帶之以利 那我覺得我們 作為一個 所謂的 有責任感的媒體人 我們今天做這個事情進來 其實他們也知道我們為什麼進來 那吃了好不好 我必須講 吃的真的很好 我在很多 我後來這樣一直講 其實有些司法圈的朋友 跟我說 他說官員你不能夠一直這樣講 因為你這樣 建議這樣武力 大家要進去 可是我必須講 整個的飲食真的是 就是說 早餐吃的 早餐就是 有的時候是 豆漿饅頭 有的時候是 稀飯這個醬菜 而且豆漿饅頭 又沒有那個 點心的油 對對對 講到這一口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我們就是說 我在監獄裡面 我聽到兩次廣播 都是監獄裡面的主任 在那邊跟大家說 我們他們根據最新的資訊 知道福利社賣的 哪一款的這個零食 裡面的油是有問題 請大家就是說 趕快退出來 然後會那個補償 如果你已經吃掉了 如果你已經吃掉了 對 你已經吃掉的話 沒有關係 只要你那個包裝還在 他們也是一樣賠償 這樣子的賠償的速率 是不是比網品這些單位要好 好很多 是不是 好監獄 我真的覺得監獄裡面 這種人性的管理 到這種階段 我看我真的有點感動 我就說台灣 因為這東西不是針對 針對特定少數的人 它是針對全部的人 看起來監獄其實對光源 滿有吸引力 沒有沒有 我真的是可以替他們講話 今天真的不是在介紹 預證這個監獄很好 我們現在是讓大家了解 監獄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 我們現在預證管理如何 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光源兄 是有滿好的印象 其實不準 為什麼 因為我是關短期的 你知道那個跟關長期的 那個我覺得不太準 那我那個間 那個房舍 那個廁所 其實好像也都是 長久以來是比較是 短期的 針對這種短期的人 所以 可是有些東西 就是一定都是一體適用 例如說飲食 對 午餐的東西 例如說整個生活的管理 這我看得到了 你知道 那個是非常的人性 中餐吃啥 中餐都是三菜一湯 每一餐都是三菜一湯 晚餐也是三菜一湯 有的時候菜還真的還不錯 有點心嗎 點心沒有 點心通常都是自己 就是說 探視 就是有人來探視的時候 那你全部都在 那一間 那個求勞裡面 對對對 就是二十天都在那個裡面 那裡面在幹嘛 就是看書啊 我基本上就是看書 寫東西 那你也不用粗糙 也不用 也不用做工 就是在那邊吃三餐 然後這個讀書 對啊 這麼好康 所以我女兒是跟我說 她爸爸 妳好像在K書中心 至少過了二十天 因為K書中心也是一小隔 不過 可是裡面有桌子吧 沒有 沒有啦 所以都要在地上這樣子 對 對 她在地上寫啊 她那時候都在獄中 獄中的書都是她的地方寫 問題像邱藝人 她曾經在裡頭 待過一段時間 她跟我說 其實在裡面的時間 你也不能 譬如說我早上11點想睡覺 我就躺下來睡 她說都會廣播 就是她會有靈響 然後所以每天都非常 規律的告訴你說 你十點鐘 你就是